望线,月有心相惜,第十一集,不知过了多久,魏英突然惊醒,怀里有个小东西动来动去,他低头一看忍不住热泪盈眶,视而复得的喜悦让他紧紧抱着不撒手。 这时门突然开了,蓝湛端着饭菜进来了,怀里的小孩闻到饭箱挣扎着从魏英怀里爬出来,甜甜地对着蓝湛叫了一声,父亲,抱,爱。 蓝湛放下托盘,一把将他抱在怀里,然后对着傻愣愣的魏英道,魏英,我都知道了,辛苦你了,先吃饭,一切等吃饱了再说。 蓝湛咬了一勺粥,吹了几下,递到魏英嘴边,啊,张嘴。 魏英反射性地张开了嘴背喂了满满一勺,啊啊,要。 旁边的小不点急忙张开小嘴,蓝湛温柔地笑着咬了半勺喂给他,一大一小坐在他对面等待他喂食,这画面他不知在梦里见过多少回。 蓝湛眼睛突然有点模糊,手也有点颤抖,屋外看着此情此景的景仪呜呜哭起来,似追在一旁安慰他。 没事了,夫人回来了。 还有了小小姐。 呜,谁哭了,我这是开心。 被蓝湛喂了几勺,还被他直勾勾地盯着,魏英觉得很不好意思,他拿起一旁的勺子低下头,胡乱塞了几勺。 蓝湛就笑了,一边给宝宝喂粥,一边拿帕子给他擦脸。 魏英的脸刷一下就红了,差点把脸埋到碗里去。 吃过饭后,蓝湛刚想说什么,魏英却抱着宝宝,一言不发地离开了。 魏英,蓝湛拉住了他的手臂,魏英停了一下,还是执意要走,蓝湛怕伤了他也只好放开。 就这样,两人一前一后,蓝湛一直跟在魏英身后,穿过了人潮,穿过了闹市。 来到了北街的住宅区,魏英拐进了一个小院,蓝湛正要跟进去,却不想魏英眼疾手快将门关上,咔哒一声上了栓。 蓝湛,父亲,外面,魏英把他抱回屋里放在床上,跟他摇摇头,然后用手比划,他不是你父亲。 可是两岁的宝宝根本不懂,只是用大眼睛疑惑地看着他,魏英看着他的脸,眉毛眼睛像自己,嘴巴和脸形像蓝湛,他忍不住抱着他哭泣起来。 他连话都说不出来,连跌跌这两个字都是盼儿姐教会孩子的。 他怎么这么没用?蓝湛打了大胜仗,立了大功,京城的达官显贵们都对他另眼相看。 与他相配的夫人,不说是达官显贵,但也要知书达理,能言善辩,至少不会是他这样的。 魏英,蓝湛站在门口看着紧闭的木门,心揪得厉害,魏英明明对他还有情,为何要将他拒之门外? 蓝湛站颓然坐在门口望着天,刚才还晴朗无比的天空此刻,却是乌云密布,稀稀拉拉的雨点洒了下来,沾湿了他的头发和衣衫。 魏英,不要! 自从那一别之后,这三年来,蓝湛经常会做同一个梦,梦里魏英温柔地拿着波浪鼓豆宝宝,然后回头对他笑。 但是一转眼,他就满眼悲伤地抱着宝宝,从江边一跃而下。 他试图抓住他,但是每次都是徒劳,猛地睁眼都是一场空。 但是这次,他确实抓住了。 蓝湛猛地睁开眼睛,把魏英吓了一跳,他的手腕被蓝湛紧紧握住,正不开,只好把头转向一边。 蓝湛确认他完好无损地坐在床边,宝宝在另一边睡得香甜,他才放开手。 室内烛火摇晃,视线昏暗,已然是晚上,蓝湛想要起身,却觉得头有点晕,魏英急忙上前扶他起身。 他这是生病了,蓝湛摸摸了,额头有点烫,他已经好久没生病了。 时刻紧绷着的神经终于得到放松,他就没出息地发烧了。 魏英,我好想你。 蓝湛一把将魏英抱在怀里,贪婪地嗅着他的味道。 魏英伸手,想要抓他的衣襟,最终却还是垂了下来,紧紧抓住了自己的衣服。 蓝湛的怀抱还是一如既往的温暖,但是他不能沉溺, 因为这份温暖并不是给他的。 是的,蓝湛并不喜欢他,他也不会赖着他的。 他现在有了稳定的收入,可以养活自己和孩子了,再也不用依附他人而过活。 魏英推开蓝湛,在蓝湛错愕的眼神里吸了烛火,躺到了另一只,床上。 蓝湛这才发现,这屋里竟有两只床,不禁让他想起了他们刚回南疆那会,之前不觉得,现在才发现自己做得有点过分。 魏英,对不起。 魏英背对着他,把头埋在被子里,他很难过。 听见蓝湛跟他道歉,他更难过了,喜欢一个人没有错,不爱一个人也没有错。 但是为了喜欢的人,去向不爱的人去道歉,那么不被爱的人该有多被爱。 真的是对自己没有一丝感情,从刚开始娶他。 到后来的训练,再到态度转变,甜蜜日常,他以为蓝湛至少对他是有感情的。 但是一切都是假的,假的就是假的,永远在正主面前翻不了身。 但是,看着蓝湛在他家门前淋雨晕倒,他又止不住地心疼,他不知道蓝湛是为什么要这样做。 难道是急冲的夫君不同意他共事一副吗? 蓝湛根本猜不到卫英脑子里竟然有这么可怕的想法,他太想卫英了。 于是他从床上下来,走到对面躺上去,将卫英拥在怀里。 卫英立刻挣扎起来,蓝湛也不放手,两人纠缠中,一不小心滚下了床。 就这样,蓝湛还是没有放开他。 蓝湛趴在蓝湛身上,非常委屈,异常气愤。 明明有喜欢的人,还对他纠缠不清,这个人到底是想怎么样。 一时间心愿叫就愿,让他终于忍不住爆发出来。 他举起拳头,狠狠地砸在蓝湛的胸前,蓝湛也不躲闪,硬生生承受了他的发泄。 过了许久,卫英终于停了下来,蓝湛摸摸他的脸,他的手掌宽厚炽热。 蓝湛把脸贴在他掌心痘大的泪珠一颗颗滚落,他张开口无声地问道, 你爱我吗?蓝湛,你爱我吗? 黑暗中,蓝湛看不清他的口型,但是仿佛心有灵犀一般。 他亲了亲卫英的额头,然后将他搂在自己胸前郑重地道, 卫英,我爱你。 这三年来我一直很想你,一直在找你。 卫英离开之后,他才发现心口好像缺了一脚, 有的人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走进了你的生活,点点滴滴不断积累,最后占据了你的心。 平时不觉得,一旦分开才知道他的重量, 重到离了他整个人都感觉轻飘飘地不能落地。 现在终于踏实了。 卫英贴在蓝湛胸口,听着他的告白, 听着他皆是有力的心跳,整个人都平和下来了。 他也不相信蓝湛不喜欢自己,喜欢和耐心是装不出来的。 如果不喜欢,那依蓝湛的性格定是跟刚开始一幕一样, 怎么会陪他读书,带他逛街,带他温柔。 但是他那两次点头真的让自己很难过, 他知道蓝湛的性格就是这样。 如果是事实他都会承认,但是真的好难过, 尤其还是在失去孩子的情况下听到那样的话。 卫英,对不起,那天我失约了。 宝宝,宝宝没的时候我也没在你身边, 你怨我也是应该的。 卫英摇摇头,蹭了蹭蓝湛的脖子, 不怪你,都是我没用。 我没有保护好宝宝。 卫英,谢谢你,谢谢你还活着, 谢谢你生下了我们的宝宝。 卫英的泪流得更凶了, 这三年来他都只敢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被子里哭。 他故作坚强,每天都笑着面对别人, 面对孩子,但是他真的一点都不坚强。 不哭了。 蓝湛捧着他的脸,给他擦眼泪, 然后迟疑了一会问道, 你要不要吃东西? 吃饱了再哭。 卫英一下子破涕微笑, 蓝湛还是这么不会哄人。 卫英,我在蓝湛怀里睡得正香, 突然听见有人敲门的声音, 还有三娘的声音, 阿县,是我。 上个月的银钱算好了, 帕尔姐让我给你拿过来, 卫英想要起身, 却发现蓝湛紧紧地搂着他还没醒, 他便推了他一下。 怎么了? 蓝湛这一觉睡得很沉, 很久没有睡这么好了。 卫英拍拍他的手, 然后指了指门外。 有人来了。 卫英点点头, 蓝湛起身迅速穿好衣服, 然后把卫英裹在被子里, 秋日早上开始有点凉了。 卫英有点萌, 愣住了, 愣神的时候, 蓝湛已经出门了, 他赶紧起来穿衣服。 什么事? 你是谁? 阿县呢? 蓝湛看着门外陌生的女子, 淡默地说道, 我是卫英的夫君。 什么? 你不是死了吗? 蓝湛皱眉, 没想到卫英竟是这么对外人解释的。 卫英在蓝湛身后, 尴尬地笑了笑, 在三娘震惊的眼神中点点了头。 哦, 那这个给你, 我先走了。 卫英接过钱袋, 一溜烟跑进屋里, 一会替宝宝噎椰被子, 一会收拾屋子, 就是不好意思看蓝湛。 蓝湛跟在他身后, 在屋子里转来转去, 然后找了一张纸和笔, 然后拉着卫英坐下。 卫英, 我们好好谈谈。 卫英张了张嘴, 神色暗了下来, 现在这样就很好, 为什么要谈, 没什么好谈的, 都过去了。 你的嗓子, 我会找天下最好的大夫帮你治好。 蓝湛拉过卫英的手, 郑重地承诺, 卫英抖了一下, 把手抽了出来, 在纸上写下一句话。 你也嫌弃我是个哑巴。 一个也自道尽了这三年的委屈, 他知道蓝湛不会嫌弃他, 但是就是很委屈又很难过。 他不是没看过大夫, 每次都失望而归, 久而久之他也不抱希望了。 这三年被人欺负没法还嘴, 想要交涉不能发声, 宝宝大了也没法教他说话。 这三年都是这么过来的, 他都已经习惯了。 现在他不说话也能过得很好, 但是, 但是他又遇到了蓝湛。 不是的, 卫英, 蓝湛刚要解释, 宝宝却突然哭了起来, 卫英把那张纸团成一团扔在地上, 然后抱着宝宝红起来, 喋喋, 不哭。 宝宝看着卫英掉眼泪, 伸出小胖手, 在他脸上擦了两下, 卫英非常感动, 正想亲亲他, 结果他又看到了身后的蓝湛, 便伸手要抱, 父亲, 抱抱。 卫英被噎了一下, 蓝湛和宝宝互相张开双手看着对方, 仿佛他是多余的那个。 他愤愤地把宝宝塞到蓝湛怀里, 然后将父女俩推出门去, 将自己锁在屋里, 任凭蓝湛怎么说都不开门。 父亲, 爹爹, 里面。 宝宝指着门, 蓝湛点点头, 你爹爹在里面。 我们先去吃点东西, 给爹爹带回来好不好? 好。 卫英生气了, 他最爱吃糖果子, 还有小馄饨, 蓝湛见一时半会进不去门, 便抱着宝宝去街上。 走吧走吧都走吧, 卫英好气啊, 什么破棉袄, 还漏风。 有了父亲就不要爹爹了, 是爹爹辛辛苦苦把你生下, 养你到这么大。 还有蓝湛, 有了女儿就看不见自己哭了, 走了一个白月光, 又来一个小情人。 自己的命怎么这么苦? 卫英越想越生气, 拿起银子气哼哼地走出去。 哼, 不要你的糖果子和小馄饨, 我自己也能买。 蓝湛先要了一碗阳春面, 喂饱了宝宝, 然后抱着他去买糖果子。 甜甜, 嗯, 你爹爹最爱吃甜食。 爹爹, 甜甜, 嗯, 你爹爹也很甜。